大家好 升旗熱得道 今天是8月5日 星期五 佩洛西成功訪台之後 還有少許余波 在中國的輿論 都一片沸騰 幾乎整個網絡 整個微博都是罵佩洛西 剛巧 在廣東深圳市一間服裝店 因為跟美國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同名 受到威脅 就說要打爛店 迫使店長 急急遮住店名 中國近年民族主義情緒都很高漲 大家知道 任何涉及 精日 國家主權等議題 都有可能遭到舉報和批評 因為大陸一斥 一直宣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加上佩洛西這次訪台的反應激烈 網民在德式成功訪台之後 一直未能夠釋懷 不滿情緒下 深圳一間名為 佩洛西的服裝店 成為市民洩訪的目標 有店舖的員工透露近日收到多個電話反應撞名的情況 更加有人要脅要燒了你的店舖 打爆你的店 店長得息後 趕忙遮蓋招牌 以免受到打擊的目標 根據店員的透露 店舖的名字是來源老闆的兩個孩子 已經用了超過20年 但這次佩洛西事件 被人 搞到 舖成為眾矢之敵 有網民批評是打著愛國主義欺負弱小 是潛在的暴徒 呼籲店家報警捉人 你不要報警 拘捕你尋人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 內地天眼查APP 顯示 佩洛西雙標已經被多個公司和自然人搶住 目前全中國有25間企業 的名字含有佩洛西字眼行業涉及 食品科技 商貿 服裝 百貨 拱培店等等 簡單 你當作笑話來聽吧 拜拜